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5月10 今天首先来谈谈云南原先的省委书记 也是一方这个封疆大力 也就是清光荣 没想到在退休四年之后 忽然间落马了 但是他这个落马和其他的官员有点不一样 就是因为他主动的投案自首 我看到今天海外网站上有很多报道 有的人分析了说投案和自首还不同 这方面看来有些评论员 有些这些记者或者是编辑 对这个法律都有很深的研究 我在监狱那个时候也经常在读这个法律文书 对这个有些法律的条款 比如说减轻和从轻处理等等 这些过去很微妙的一些区别 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 也了解了一些 那么今天不讲这些东西 今天我要讲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清光荣 他为什么主动的投案 其实已经退休了四年了 按照中共的一般官场的规矩 平安着陆 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每个官员在位的时候 由于政治体制的问题 就是说权力太大 对接了人性的弱点 哪一个人都可能认真的追究 都可能是这个程度不同的存在覆盖问题 只不过是看你战队 看你党内的派系斗争当中 在这个板块当中 裂变当中 是不是出了问题 假如说这个靠山 保护伞很牢靠 就没有问题 那么清光荣 落马 我认为这一次 虽然有投案这个情节 但是呢 还是迫于这个压力 这种压力 我相信 即使是退休的官员 在这个官场上 方方面面都有一些耳目 就信息都非常灵童 经常这些老干部 老部下老同事 坐在一起 聊聊天 可能有些人就会痛痛抱歉 说不定有些人就已经提前 就是把这个他 即将招到整肃这个消息 告诉他 我今天看完网上消息说是 他之所以抓他呀 是因为这个 他的儿子 这个出了事 东窗释放 说他儿子呢 是华融投资 这股份 这公司的董事会的主席啊 这一点毋庸置疑 也就是说他的儿子 肯定是因为他爸爸 是社会书籍啊 那肯定当年他爸爸 比较有权势的时候 他也是这个呼风唤雨啊 因为中共这种政治体制就是这样 当你在台上的时候啊 一人得势 鸡犬成田 兴田啊 一旦被抓捕啊 这个株连九族啊 这一点从中国古代一直流传到今天 虽然现在这种情况 较至于古代的一些社会啊 要有一些略微的变化 但是本质都没有变啊 这种专制 这个政权的统治啊 就是这个特点啊 所以说我看到网络的消息 有篇文章有一个词句形容的很深刻啊 非常形象啊 就是一门呢 两父子结尾结 结下囚 这话讲得早了一点 因为什么呢 他的儿子据说是抓的时间不长 因为我们知道呢 2018年4月份啊 叫赖小民 这个被抓捕啊 赖小民也是国企当中一个大佬啊 这个人过去我在视频当中讲过啊 一些情节就不再重复啊 也就是说 过去那么秦光荣的儿子 依靠他的权利啊 就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啊 就在华融公司里面做事情啊 据说他本身来讲 38岁啊 说是 是一个博士生啊 本身是 这个人民大学的一个博士生 那证明还是有一些 专业知识 也不能说是 这个大米包啊 还是本身有一些能力 但是再加上他爸爸这个背景 所以说 就找到比较好的工作啊 所以说 他从事15年的财务工作啊 始终都在白拢钱啊 因为对钱这个兴趣非常大啊 那么 他在2011年到15年 据说是在农营国际控股行政 担任行政总裁啊 总之 就不去举例了 也就是说 他在他爸爸过去这个 关系网当中啊 一直是 工作是非常这个顺遂啊 但是啊 他爸爸一旦 这个退休了 那么以前那种靠山没有了啊 再加上赖小米出了问题 那么肯定啊 他也遭到了这个牵连啊 遭到了这个整肃啊 那么根据网络的消息说是 这个秦光荣啊 之所以 这次他不得不 屈服压力投案啊 还有另外的一些原因啊 就是派别的 斗争的色彩啊 在这一点 也是 没有正义的啊 因为我们知道 秦光荣 他这个前任 就白安培啊 和他这个关系 就非同一般啊 两个人 真是铁哥们啊 那么秦光荣 多次在一些公开场合 对他这个前任 白安培 那是感恩戴德啊 那么自然而然 我们知道 白安培属于 就周永康 这个线上的啊 也是 中共权力斗争当中的 一个牺牲品 也是一个腐败分子啊 那么 白安培这个判刑啊 较至于其他的中共官员 还不一样啊 他怕是撕缓的 这个情节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也就是说呢 中共对这个官员的整肃啊 针对这个白安培 分外的 分外的这个严厉啊 那么而且 可能是 我记得有一个条款 对他是 终身不能假释 也不能解刑啊 这个都证明什么呢 证明整肃他这一方面 对他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敌对啊 非常的仇恨啊 那么 此外 还有这个派系当中的啊 另外一些中共高官啊 2011年 说是有副书记筹合 那么2015年3月啊 也被抓了 那么2016年 判了14年 有起徒刑啊 那么当然了 你如果有问题 那肯定是要 这个查处你啊 如果没有问题 或者是问题 比较轻 但是也不属于这个 自己这个派系里面的啊 也是这个对立派系 那么上面 总细委对他也是不客气啊 我们知道 这个昆明市委书记啊 叫张田新的啊 就被开除当机啊 他就由这个副省级 降为副处级啊 那可以推断呢 肯定是经过查证 好像是 还比较这个连结啊 但是也不能再使用了 所以给他断崖式降级啊 那么还有呢 另外降级的 有一个常委啊 秘书长 这个曹建方啊 由这个副省级啊 这个降委副处级啊 也开除了党级啊 等等 这说明什么 党内这种派系斗争 非常惨烈啊 如果你随到法律了 那就必须送到大道理 如果认罪态度又好 那么情节又轻微 或者是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实在找不到什么问题 干脆就给你降下来啊 把你一脚踢出去 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么通过这个秦光荣这个案子 可以看出啊 这个派系斗争 也非常非常重要啊 那么对秦光荣来讲 还有一个硬伤啊 更为重要 就是什么呢 他是共情团派啊 他和令计划啊 关系都非常密切啊 说是 他过去在湖南省 共情团任职啊 我们知道 他最早的时候 在湖南省委啊 叫团委 叫林林地委啊 当任书记啊 后来到了长沙等等啊 总之 他共情团这个背景啊 据说是有很多 这个事实证明呢 他对这些国有资产 进行掠夺啊 然后来贿赂 叫讨好令计划的家族 和这个前正法王周永康啊 那么特别严重的是什么 在2012年呢 这个薄熙来 在倒台之前啊 想在军队里面 搞这个 这个政变啊 跑到这个云南去啊 去魏海欧啊 魏海欧对于薄熙来讲 是一个含义深刻的 这个举动啊 因为薄熙来这个人物啊 那这是非常有心机啊 他魏海欧的目的 什么样的 外界展示 他即将是展翅飞翔啊 在政界啊 所以说 秦光荣一路陪同啊 像对他投出了 谢媚的目光啊 和这个笑容啊 这个通过网络的 这个图片都可以看出来 也就是说 在这件事情上 也非常非常的 这个敏感啊 魏海欧这件事情啊 也是他现在整出他的另一个原因啊 这些原因加到一起 一个是派系斗争 一个是儿子出的问题腐败啊 另外本身来讲 这个可能在这个退休之后的四五年当中啊 可能也是这个存在着啊 这个背后议论啊 这个现在的中共权贵的一些问题啊 昨天我听到一位网友 这个告诉我 他说这个 非常奇特的人物啊 现在是九十多岁啊 卷土重来啊 所以说 他把波西来啊 称为这个老马 来指着波西来 这件事情 也非常敏感啊 但不知道这位网友 讲这件事情 到底靠靠靠靠 这个都是无从擦证啊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其实秦光荣 已经具备了 中共这个 这种派系斗争整肃啊 谈过的两个特点 一个是腐败 货真价实 另一个就是什么呢 站错了队 所以说 这是有关这个秦光荣啊 由于秦光荣和波西来这个关系啊 他被抓捕 因为儿子 这件事情一报道之后啊 另外有一个人啊 就和这个秦光荣是一样级别的啊 也是有问题的 忽然间跳了出来啊 我们从网上看到 这个海外的多卫网啊 忽然间又报道了 这个黄契藩啊 我们知道黄契藩 在这个崇兴的官场上啊 那是这个也是 见人讲人话 见鬼讲鬼话 温温于凤城一个高手啊 曾经伺候了啊 六任这个地方的这个 风江大帝啊 每个人他都能够就拿出 一番说辞来啊 都能处得是这个 这个如鱼得水啊 所以说 黄契藩也存在了腐败问题啊 他的儿子 这个把重庆这个钢铁集团啊 整个搞垮了 他儿子在这个澳大利亚 搞了很多这些 这个炼钢使用这些原材料啊 卖给这个国旗啊 此外还有巴西这个农业方面啊 他的儿子都涉足啊 也就是说黄契藩 也是一个大的覆盖分子 而且和博铁的关系 那更是很铁啊 所以说他一看 秦光荣被抓 这黄契藩坐不住了啊 你敢跳出来 通过海外他这个关系啊 抛手了什么呢 向中共现在的权贵 献媚啊 就是说 解决贸易战的问题啊 不用担心啊 你只要搞零关税 就能解决问题啊 你就看这是观察的动态啊 都非常非常微妙啊 也就是黄契藩坐不住了 黄契藩的背后的大佬 在上海啊 江泽民 乌邦国 等等啊 这些非常深的人们的关系 也就是说他把重庆 任职期间这些物质利益啊 包括八大头这个利益 全部啊 就输送给了上海帮啊 所以说他之所以到现在位置 还没有抓破他啊 就是因为他的后台太硬啊 很多人都给他说情啊 那么习近平也拿他 没有办法啊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因为秦光荣被抓 也是因为儿子啊 那黄契藩抓不抓 他儿子也有问题啊 那么现在 是不是要清洗他 就很难讲了 所以黄契藩 迫不及待的啊 跳出来 以参加所谓的学术研讨会 这个名义啊 去这个讨好 现在的中共的这个权贵啊 此外呢 白安培退休之后 也是全国人大啊 主任的副主任委员啊 只不过他在司法委员会 那黄契藩曾经经纪 这个委员会当副主任 他们两个真是啊 就十分的相似啊 而且呢 都有硬伤啊 所以特别的这个躁动啊 一点都不奇怪啊 这是有关 那么黄契藩的情况啊 和这个秦光荣的情况 这个就谈这么多啊 那么此外 今天看到另一条消息啊 就是网络上 现在也就是非常非常 这个大家关注的啊 也就昨天 那么呢 多 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出头露面的啊 人们记忆当中 都非常深刻的啊 可以这样讲 很多中国的老百姓 都念念不忘的啊 非常悔念的 就是 就温家宝啊 这个忽然露面了 那温家宝呢 到了这个地震灾区啊 就当年这个温川啊 这个灾区去死去考察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时间 就离别的比较久啊 就阔别这个地震啊 当年他曾经去参观过的 叫十一年啊 也就是说 他十一年以后 还想着地震的老百姓啊 人们立刻想起了2008年 这个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的表现啊 我认为温家宝是中共 这个建政以来啊 就是在这个地震啊 洪水啊 这些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啊 临危不惧啊 深入第一线 可以这样讲 没有任何人超过温家宝 他有 他有种精神啊 那种不怕死的精神 大物为一的啊 而且到了关键的时候 想着老百姓的啊 我认为他做的最漂亮啊 有些人把温家宝这种举动啊 讲成是作秀啊 我认为即使作秀 也非常可贵啊 我认为温家宝 确实啊 这个作为这个 这个胡耀邦的这个门生啊 他是做的最好的一个 即使是现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那么在一些重大的这个 这个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 往往在第一线看不到身影啊 我们知道天军的大宝杀啊 那么李克强派着刘彦东 一个女流去到县上走一圈啊 他等到事情都完全安全之后啊 才就姗姗来迟 而那温家宝啊 当年在四川文川地震的时候 那是第一时间啊 在最危险的时候 顶着啊江泽民 这个操控下的部队的阻力啊 他调动不对 调动不了啊 据说摔了电话等等 这方面的故事都很多啊 那么温家宝能够就说 作为中共的一个官员啊 我认为是表现最好的 所以说这一次温家宝 来到这个地震这个灾区啊 可以讲是故地从游啊 那心情是必有一番感慨啊 这是五分杂陈啊 据说他是去了四川 硬秀地震体验馆啊 去参观啊 那么很多的这些 当地老百姓借到温家宝 那是发自内心的 有过怀念他啊 尽管温家宝本身 据说他的儿子啊 这个温云松等这些家族 也存在着覆盖问题 我们就算他有覆盖的问题啊 但是他在亲民这一方面 特别是有的时候 还偶尔啊 能够讲一讲民主法治啊 这一点我认为也是 仅存的啊 非常少的这样一种怀念的 那么这一次温家宝 从网络照片看 这个头发 不再这个具有了啊 露出了斑斑的白发 而且神情啊 显得一些销售啊 那么身体状况 大不如从前啊 毕竟年事已高了 说不定 这是他最后一次啊 去这个温川啊 我认为不论是 哪个党派的领导人啊 不论是哪个阶层的啊 不论你信仰什么东西啊 只要你在一生当中 做一两件 货真价实的啊 这个有意义的事情 人们都会记得啊 也就足够了啊 所以温家宝尽管没有管好自己的家人啊 也存在着家族的抚慰问题啊 但是我认为 中共的现任的领导人 都应当向温家宝学习 学习他那种啊 这个不畏奸邪啊 勇往直前那种精神啊 在这一点上 的确是一个仅存的啊 精神的错果啊 那么今天看到网络的消息 温家宝这次啊 也是这个比较低调啊 但是毕竟这个还是公开露面啊 这也显示目前温家宝的地位 还是比较稳固啊 也就是温家宝在帮助 这个习近平啊 政治势力上升啊 在干倒不起来方面 立下了汗马骨 说不定也就是因为 看在这一点上啊 这个腐败的问题 没有自救他啊 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 在这个问题上啊 我从来不去掩饰啊 我认为每一个人 都有缺点优点 优点就应该表扬啊 缺点就应该批评 罪行就应该谴责啊 那么对中共的所有的领导人 也都是应该这样啊 那么这些有关 这个温家宝的消息啊 此外还有一点时间 那么再简单谈谈 崔永元啊 我们知道崔永元 现在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露面了 前不久呢 据说是美国洛杉矶 举办了一个活动啊 说是要邀请崔永元 但是崔永元 没有前往现场啊 而是请其他的人啊 朋友带他领了一个奖项啊 当然这个活动知名度不高啊 不过通过这件事情 人们猜测啊 说是崔永元出了问题 就是因为什么 在千亿矿权这个案件上啊 就崔永元这个给提供了宣传的平台啊 使信息传播成为实施啊 那么这件事情 今天看到海外的网站 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这个 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法官 就王林青啊 还有赵凯奇的目前的处境啊 现在已经非常清晰 也就是说呢 2016年啊 说是官方啊 现在北京监察委啊 在依法这个审理啊 就是关于王林青的案件啊 说是在2016年的10月份 说是指控啊 这位就叫啊 这个王林青的法官啊 把他自己曾经处理的 凯奇的案件的卷宗 说拿回家去了 偷偷拿回家之后 而且又给予销毁啊 后来呢 2018年的8月份啊 说是在赵凯奇的指使下啊 也就这个法官 又带着他到办公室去 窃取了这个电脑里的 更多的这个资料啊 然后呢 通过这个 崔永元啊 在网上爆调啊 那么我们当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案件现在发生了今天 到底谁作假 到底谁死啊 这个监守自导 到底这里有什么背景啊 周强在扮演什么角色 我相信 都有公平的评价 我不去重复啊 我要讲的什么呢 就为什么 官方现在没有追究 崔永元啊 至少从目前开始 还没有把这个 矛头对准他 我想 很可能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 就是崔永元本身啊 在这个中国的新闻界啊 那这是赫赫有名的啊 影响太大 绝对是这个 拥有一定的这个读者啊 拥有一定影响力的 这样一个人物啊 所以说 总共这种官方啊 既然他们是掩饰了这个真相 当然也不想对崔永元呢 就过于的证肃啊 怕出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呢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我认为和崔永元本身的态度有关系啊 因为崔永元毕竟是在体制内衍 而且他在揭露一些腐败问题 最初的时候啊 特别是对于范冰冰的案件 冯小刚的案件 在某些方面他的胜利了 某些方面是失败了 某些方面也打了一个平手啊 那么也就是说 他的初衷 就可以看出他 他本身的这个人品上的一些 这个优点和缺点 和一些局限性 也就是说呢 他这个对手机二的这种啊 之所以出来发生 也是基于自身受到的伤害啊 这里面情况都非常复杂啊 也就是说 说不定他这个案件 原先是中共高层某些人啊 想利用他来整肃 共性安排的这个周强啊 只不过是由于 这个千亿矿权 涉及到国有资产的 巨额里啊 这个转换的问题啊 那么即使是赵凯西 真的是有理啊 王林青有理的话啊 也不可能把这个 这么大一笔啊 这个财富 判给这个民营企业 这也是中共这种 这个政治体制决定的啊 所以说本人认为 这里的情况都非常复杂呀 也就是说 基于这个 崔永元本身的态度比较好啊 也就放他一马 但是呢 对他实行了暗中的边控 这点毋庸置疑 也就是说 你崔永元想 随随便便来到美国 或者加拿大啊 那么官方肯定要限制 因为他担心出来之后啊 一旦到了自由的这个空气当中啊 会紧不住 这个讲出真相啊 这个对中共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这种影响 所以说轻易不会给他放心啊 这正是目前崔永元 设计崔永元这一起啊 所谓王林青泄密案的 一个啊 就诡异之处啊 那么今天多少点评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啊 最后还想讲一点 昨天看到有一位朋友 在我这个视频节目下面留言啊 讲到这个 这个节目的这个声音呢 就是不够这个清晰啊 所以说是建议我 能够换一个 就是这个高档次的这个麦克啊 这个而且这位朋友讲到什么 有一个麦克 说是花二本美金啊 可以买一个好的 这个麦克啊 这一点我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啊 但是我要告诉这位网友啊 像我这样每天啊 这个几乎每一天都有一期节目 或者两期节目啊 到了月底啊 也就是广告费 赚的不过是二三百块钱 也就是说 我赚这个钱刚购买一个麦克 所以说希望这位网友 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啊 也就是说啊 目前我不具备这种条件啊 我就是因路就简啊 就是搞一战一个视频啊 希望这位网友能够谅解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明天见